从空中俯瞰一棵树位在田中央 树下看起来好像驻足了一只大龙猫 位于苗栗铜锣一处田中央的土地公庙 被攀腾植物臂立包覆住 还修剪出了尖尖翘翘的耳朵 看起来就像日本宫崎骏动画中的龙猫 近年来被称为了龙猫土地公 成了文明的景点 不过最近有眼尖的民众发现 原本绿意盎然的大树 叶子出现了枯黄 树身也逐渐倾斜 树好像有稍微的倾斜 然后加上有一些树叶长得没那么好 有些枯叶甚至有些树枝 不会有叶子出现 地方人士向县府成行之后 专家前来鉴定 发现不止树枝感染了烧枯病 树干也被摆以侵蚀 这个药只能做辅助 田间卫生就是公共卫生医师 就把这个感染源拿掉 你大概95%就没有了 龙猫土地公已经成为了 全国文明的景点 这棵薄公树更是衬托 呈现四季不同的美丽风貌 或是夏季的枝叶茂盛 或是冬季凋零 在水田间倒映出孤冷美感 铜锣乡长承诺会找经费 村长建议专人定期清理环境 专家诊断之后 大家集思广益出钱出力 维护这个有200多年历史的龙猫土地公庙 继续卡瓦尔 民事新闻吴喜斌 邱俊超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